法华经 法华经里面将娑婆世界比喻为三界火宅 众生就好像居住在燃烧着苦恼跟不安的火灾中 而不自知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人们究竟该如何做 才能够从苦恼与不安的火宅中跳脱出来呢 我们首先要讲 法华经所说的比喻 是 讲的是什么叫做三界 三界的意思 就是幽界 四界 五十界 幽界就是追求忧望 追求五幽的享受 那这叫做幽界 虽然五幽是那么的快乐 但是追求五幽就像追求什么 追求在 涂风 追影一样 风是有的 但是不是实在的 影子是有的 但也不是实在的 这为五幽是什么呢 财舍 名舍 碎 或者是 生相畏错 都是物质的享受 但是 幽界的众生呢 还有啊 有苦有乐的 苦的呢 是我们人间呢 有时候会享乐 有时候会痛苦 而痛苦的时间多 享乐的时间少 那么在天上的众生呢 这是在享受五幽的快乐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可是呢 这福报有限的 它有一定的年限 享受完了以后呢 又会回到我们的人间来 或者是呢 比人间更悲惨的地方去 另外一种叫做世界 感谢 那是禅定的 一种享受禅定的快乐的 有定乐 不是五月的 五月乐 这也是大修行人能够享受到的 可是这定的快乐啊 也只有啊 修行常定的人 在一定的时段内 能够注意定中 出定以后呢 那个定的乐 又会渐渐的消失了 还有 定的乐啊 也分成两类啊 一种呢 一种呢 是有我们那个身心的活动的 这个叫做世界 另外一种啊 只有啊 意识的活动 而没有啊 身心的活动 甚至于没有念头的活动 而只有啊 维系的意识 这是我的存在 最高的一种啊 禅定境界 因此呢 叫做无世界 这也是一定有它的啊 年限和时段的 当定力退色的时候 又出定了 又回到啊 人间 或者是呢 到人间以下的 这个 比如说地悠啊 鬼啊 出生啊 里面去了 因此 三界是不 不是最究竟的 快乐的地方 三界的快乐 则是呢 一时间的 而且 看到到它 它会啊 很快就 让我们 受到灾难 还未受灾难之前呢 其实那个房子根本就在社会 因此把它形容成为火宅 这火宅的意思是什么 是啊 形容我们呢 是在烦恼之中 在烦恼之中啊 也就是说苦中作乐 或者是在那非常啊 危险的情况下 直接还不知道啊 有危险 没有危险一色 还在那边呢 追求啊 一种不可靠的 似是而非的快乐 不管是月乐啊 或者定乐 那都不是最究竟的 而随时呢 都会失去这种乐的享受 因此把它形容成为火宅啊 那我们是不是要逃避这个火宅呢 在小圣地佛教呢 就是说 啊 这个生死界叫做三界 三界就是火宅 像火宅一样 赶快走吧 可是从大圣地佛法来讲的话 从大圣地菩萨来讲的话 不一定啊 要逃出这个范围的 只要我们内心呢 不会被烦恼 痛苦 贪嗔痴等等的心理所困扰啊 那我们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都好像就在福过净土的一样 因此大圣地佛法的 俗说的菩萨的佛啊 他们是不离三界呢 而不受三界的痛苦 在三界之中 跟我们众生生活在一起 救苦救难 但是他们不会觉得事在的受苦受难 这种叫做菩萨精神 他们一样的呀 跟我们生活在相同的环境 但是他们心里边呢 不会有恐惧啊 有贪爱啊 有怨恨啊 有怀疑啊 有不安全的 这种观念呢 这种想法完全没有 那这种人 在火载中 等于是已经呢 从三界的烦恼得到解脱的人 这种人 就是我们所要学的 现在我们讲福法呢 中国人讲的大乘福法啊 就是要学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都够了 这是要学的 但要学的观念在哪里 厨房里上 其实是要学的